3月10日,美国联邦众议院批准通过了拜登政府的1.9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 根据白宫的说法,该法案已获得参众两院的批准 现在将由拜登总统签字,他有望在12日签署该法案 美国财政部周三表示,由于抗击疫情的支出仍然很高 美国政府2月份的预算赤字为3110亿美元,创该月最高纪录 比去年同期增加760亿美元 在2021财年的前5个月,赤字增长了68%,达到创纪录的1.047万亿美元 让全州成年民众皆可施打新冠疫苗,阿拉斯加州拔得头筹 州长邓立维9日晚宣布,任何届满16岁的州民若有意愿及客气都可施打 只要居住在阿拉斯加州或在当地工作就符合资格 据日本共同社9日报道,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 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,日本政府已经基本决定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不接待来自海外的普通观众 预计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将在本月晚些时候 与国际奥委会等机构举行远程会议 就接待海外观众问题,做出正式的决定 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2021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称 在华外企看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中国市场仍是其重中之重 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时日说 报告显示,很多在华外企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正面评价 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将增加在华投资 这反映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信心 也再次反映出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